中海移民共和國的首都北京 重機車隊V型編隊 為黑頭車前導開路 他們是大陸的國兵護衛隊 23輛前導 外加後方機動2輛 共25輛是採取迎接外國元首来訪 家常為安的最高規格 也是如此大徵仗 讓專家大膽預言 貴賓就是金正恩 護衛隊駕駛的是 入制春風650G行重機 屬於武警部隊 紅底必張是鮮明標誌 高速開到時 時速120到140公里 但左右偏移不超出5公分 金轉到位 背後是嚴格殘酷的訓練 穿過重重火圈 或是原地飄移 90度急轉彎 看起來像是雜耍特技 但都是國兵護衛隊 必須具備的應變突發能力 組成隊員更是萬中挑一 除了身高必須182以上 家事跟思想都必須經過考核 這還只是入場券 他們駕駛268公斤的重機 必須靈活的像其小綿羊 太快了 太快了 一次前找準那個點切進去 胳膊不要來回抖 重機八字落裝 比一般烤機車駕照 都要難上許多 多半因為怕摔車而失敗 為了克服心魔 教官準備特訓 鍛鍊學員勇氣 下面我們今天這個壯滿訓練 除了教學外 他們也要接受複訓 而且還是進階版的 這個由不同顏色類別追統 做成的大型八卦鎮 是中隊長王磊 為了考核班長們的基礎課目 專門設計的綜合訓練場 他集中了彎道 單元 過S桿 繞八字 九十度緊急掉頭 過獨木橋等多項基礎課目 多項綜合考驗 即便是經驗老道的正式隊員 也不一定能在時間內完成 一九八四年 由大陸武警成立的國賓護衛隊 一直是迎接外賓 驕傲的第一線